肥料有个性 耕作有影响 新技术破解老谈题 科技院为您播出 今天咱们先来说说庄家的事 庄家一枝花全靠肥当家 这话连小孩都知道 其实这句话说的就是肥料的重要性 但是庄家人却反映说 如今肥料越上越多 但是产量却不见增长 这一方面是没有配方施肥 另一方面是有些肥料会因为自身的特性和耕作措施 发挥不了它自己独特的作用 比如说磷肥 只有15%到20%会被作物吸收和利用 80%会固定沉积造成土壤满节 那么像这种情况到底该怎么解决呢 别着急 有人有办法 黑龙江省随化地区的老乡们都有个经验 种玉米可不能选碗熟品种 要不天一冷这玉米就都熟不了了 就是水爆米就是嫩爆米 可他们却铤而走险种上了晚熟玉米 这前种的特点它是积温带是2750到2800 成熟期是130天 随化地区积温在2450到2500摄氏度 怎么算积温也差着300呢 这玉米能成熟吗 这可新鲜了 往常乡亲们是掐算着日子收玉米 而且还得看老天爷的脸色 如今基本不足收获期又推迟了 怎么还能丰收呢 老乡们说这都是东北农业大学的徐景刚教授 在地里做了文章 徐教授曾经在加拿大学习工作过 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 他看到国外在利用微生物活化土壤中的林素 而且当时已经是像挺成熟的技术了 所以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 徐教授就把土壤林素活化剂这项技术引进了国内 在全国十几个省 将近二十个省都有实验 都有我们的研究激励 我们看来在全国都比较适用 效果也都非常好 随化的老乡们 就是用了土壤林素活化剂这项技术 才获得了意外的好收成 但是土壤林素活化到底是啥意思呢 徐教授说 这就是把土壤中固定的林 变成植物能用的林 我们像土壤当中适用的林 一般都是水溶性的 就是说植物可以利用的 但适用到土壤当中以后 林酸根就和土壤当中的钙 铭 铁 铁 这种多价 洋 离子 就结合形成了一种不溶的这种林酸盐 这个过程就叫做土壤的林素固定 如果用的是农家肥 林就和有机物结合了 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可是现在农民为了图省事 大部分使用的都是化肥 很容易形成植物吸收不了的无机物 这就使得林肥的利用率非常低 只有20%左右 在我们国家 不管是北方还是南方 这都是一个普遍现象 土壤里都积累了大量植物不能利用的林素 过多的林积累在土壤当中浪费肥料不说 对土壤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首先一个就是破坏了土壤的结构 大量的林素在土壤当中积累 使原来形成土壤团粒结构的这些 比如多架洋离子 钙米铁铝 都得到被固定了 这样的话原来土壤团粒结构就被破坏了 这样土壤就变得板结了 林素的日积越累 使土壤边含的营养成分越来越高 专家管这叫负营养化土 这土壤里大量的林被雨水冲刷以后 通过河流聚集在江河湖泊里头 产生负营养化作用 就会造成严重的环境问题 既然过多的林给土壤给环境制造了这么多的麻烦 那不用行不行呢 林首先是植物的一个必须的